哈喽大家好我是Tom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张 MyCraft冒险地图 这张地图的名叫做牛侦探 那么这张地图呢 也是非常感谢北极熊大大的汉化 那么这边牌子上它好像并没有汉化 我看一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这边有一个怎么玩这个游戏 这边写的很简单 我们在游戏当中呢 我们只需要点击左下角对话框 一直去跟每个NPC去对话之后 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些信息 并且呢好像是要跟村民 还是跟谁谁去交易一些东西 反正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看了 我们到时候直接开始游戏吧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冒险地图的话 不要忘记 产地赞 跟这些个三连 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 OK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 手机 哦 右键可以互动它 OK 我跟牛在互动 哦 我收到了一份邮件 我是谁呢 哦 我是牛啊 我是牛 好的谷歌 打开最后一份收到的邮件 找我们来看看 有人需要我探员的帮忙吗 亲爱的牛真太明好 我是你最大的粉丝之一 我是个贝壳收藏家 我已经收到过许多遥远的岛屿 去寻找他们 嗯 那听起来像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我想根据他们在市场上的价值 这薪水真的很不错 最近我来到了一座未来可惜的小岛 一切都在蓬勃发展 直到我有了一个经年的发现 这个岛上有很多的贝壳 太不可思议了 你只需要等待波浪将它们带到你的手中 它们甚至可以布置一种 太好了 我为它感到高兴 好吧 这并不是我发现的唯一东西 我还发现了一个粘液球 你知道粘液快吗 它们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物品 用于笨床 笨床是最基本的娱乐形式 哦 是的 我有一张用它们做的床 它们是由一种居住在洞穴里的生物 史莱姆发明的 这要归功于史莱姆本身的构成 然而粘粘快有一个问题 它的侧面不会弹开你 这很奇怪 毫无意义 嗯 我从没注意到 这个问题很难被注意到 因为通常并排使用多个 这使它们的中心使用起来 更有弹性和乐趣 许多人试图找到解决方法 但似乎只有一种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史莱姆 问题是它们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它们去到哪里 这是个谜 神秘 啊 我喜欢神秘 这就是为什么 我的发现如此重要的原因 它们可能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一群科学家现在这里寻找更多线索 但它们一无所获 我们需要神秘学专家的帮助 像乌鸦侦探这样的人 不错的选择 它是一位非常粗色的侦探 解决一个谜团对它而言 只是时间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信给你 你能来解决这个谜团吗 希望你会接受签名 阿尔弗雷德 等等 他是不是给错人了 我猜是因为我和他有点像 所以经常被人搞糊涂 嗯 纠正他没有意义 他跟我说他有案子 不可能是这个 我知道今天才收到邮件 我想我可以自己接受这个案子 即使我没有得到报酬 我也可以把这个当作一次度假 我会发邮件给他让他知道 那么现在我得出发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现在要去那个神秘的岛屿 去调查一个关于史莱姆的案件 What 好 出门吧 故障的年夜快 Wow 它有几个案件 好 我现在来到这个神秘的岛屿了 是什么声音 怎么这声音听得怪怪的 这边有杨先生 跟每个人交流一下好了 嗨 你是艾尔弗雷德吗 乌鸦侦探 谢谢您接受这个案子 我很高兴您在这里 是的 关于这个 抱歉 但我不是他 我是牛侦探 对不起 我没认出您来 您和乌鸦侦探太像了 别担心 很多人把我们搞糊涂了 有些人甚至以为我们是兄弟姐妹 啊 我明白了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您发送了一份电子邮件给我 而不是乌鸦侦探 我已将其转发给他 但他让我通知您 他正在处理另一期案件 如果您同意的话 我可以自己接这个案子 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有趣的谜题 当然 我会很乐意接受您的帮助 老实说 我只是想尽早解决这个谜 这是为什么 我倒是不介意有人陪伴 但我有点后悔我的发现 从那时起 这个岛就太拥挤了 我是绵羊 是孤独的动物 在所有这些科学家的陪伴下 我在捡贝壳时 总觉得不自在 如果他们开始提出问题怎么办 就像你是什么物种 或者你的参考文献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是羊 你的这些恐惧我都明白 别担心 我会解开谜团的 谢谢你 我只是想为我的收藏集 添加一些新的贝壳 我有种预感 我以后会需要你的帮助 到手间 我的天哪 这是个神奇的动物之道 这边还有个猪猪 猪猪侠 这包通话的做英雄 你好 你就是那个侦探 我就报告 很高兴的是你 你好 我是 我是侦探 但是 好吧 我能看出来你不是讲 别担心 我听说过你 我相信你能试着这份工作 谢谢 我会尽力的 那么 关于史莱姆之名 你能告诉我一些什么吗 并不多 事实上 除了最初的发现外 我们并没有任何进展 不过 现在问题是 有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洞穴 但我们尚未对其进一探索 为什么 好吧 这一事很难解释 也许你应该自己试试 另外你应该和我的老板 阿里夫谈谈 他就站在瀑布前 你会明白的 好 阿弗里 他的老板 猪猪的老板 What 这个瀑布 你看这个水 我去 是只鸡 猪的老板 是只鸡 你好 阿弗里 你就是阿弗里德说的那个侦探吗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阿弗里 团队的负责人 好吧 事实上我是另一位侦探 别不怪我的意思 但是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已经在海滩上找遍了 什么都没找到 所以你来也是无能为力 等等 什么意思 你还没收遍整个岛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 不能什么 哦 你肯定知道 大多数动物的跳跃高度都不能超过1.252米 由于某种奇怪的巧合 整个岛的中部都比这个高 所以根本不可能去到那里 你就不能建个楼梯制的东西吗 不 那样你需要特别许可阵 那瀑布呢 任何人都可以游上瀑布 你们为什么不这么做 不 那样的话你仍然需要一张许可阵 真的吗 好吧 我想你可以通过某种简单的方式获得许可 是的 但这需要时间 多久 大概几个月 开玩笑吧 是真的 我相信我们还有别的方法 我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那你尽管尝试吧 洞穴 是这个洞穴是不是 在这个岛上面 这个岛看上去挺小的样子 然后这边还有个羊驼 羊斗 羊斗 我来了 羊斗 你好 我是 我知道你是谁 不需要自我介绍 抱歉 无法协助你调查这里 我很忙 我只需要一分钟问你些问题 我不会打扰你的 我说我很忙 你看不出来吗 我得确保他们找不到我 谁找你 你在说什么 海浪 我不能让他们接触到我 为什么 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的皮毛有危险 别担心 今天天气很好 这里没有海浪 可以找到你 我想这很公平 但是我不想冒险 吓死我了 刚才我点不到这个羊驼 所以我就开了一下创造 这边还有一只大熊猫 可爱的熊猫 它在这边干嘛 它在这边晨凉 来吧 熊猫 你好 你一定是听说过的那个侦探 你来的时候天气很好 你说得对 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你的工作怎么样 有点失望 我们什么都没找到 但至少今天我休息 哦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不应该打扰你 亲爱的 不用担心 说实话 什么都不做实际上很无聊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这很好 但是我不介意做别的 如果你需要帮助 欢迎询问 我很乐意听到你取得任何进展 谢谢你 我会的 好 我们继续围着这个小岛周围转一转 这边有贝壳 我把贝壳捡起来 是不是可以给绵羊 应该是的 他喜欢收集贝壳 然后放到他的收藏机里面去 那么Olive告诉你什么 好吧 长话短说 看来我们需要许可证才能游到瀑布上面去 是的 我才能告诉过你 获得证件基本没希望对吧 是的 那是怎么回事 好吧 其实真相实那是谎言 Olive甚至都不希望我们靠近瀑布 这太不讲理了 是啊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 Olive怕水怕得要命 可能你看不出来 但他非常关心他的同事 所以他担心他们可能会伤到自己 所以阻止其他人靠近水 我从来没有想过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有个办法 我们可以做一副护目镜 如果你戴上它 你就能说服它要让你去动穴 很聪明 护目镜很安全 给 拿着两个瓶底 你可以用它做镜片 但它们需要一点打磨 另外你仍然需要一些东西把护目镜组合在一起 但我相信其他人有你需要的东西 等你找齐所有东西后再来找它 好的 谢谢你的帮助 哦 他给我两个平底 我们现在需要连接这个护目镜的东西 嗯 一个个再问过去吧 看看会给我什么东西 你好 我现在尝试制作一些东西 他们告诉我你有胶水 所以能借我用一下吗 当然 正好现在我不再需要它了 我是鸟 所以我不能用翅膀来拿起工具 我需要胶水才能 你要把胶水连在翅膀上 这不是很危险吗 除非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哎 他给我胶水了 nice 这502啊 白胶啊 嘿 很抱歉 再次打扰您 但我需要您的帮助 我说我很忙 我没有时间 我正在尝试到达岛的中部 所以 这是最后一个需要探索的地方 所以这是在这个岛上唯一剩下要做的事情 啊 是的 如果我帮了你 你就不用再待在这里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好吧 我会给你我最珍贵的财产 我的皮毛 这里有些我珍贵的羊毛 我很感激 但你没必要自己剪自己 哦 不用担心 这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岛上掉下来的羊毛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很乐意接受它 等一下 您真的保留了脱落的所有羊毛吗 当然 它可能不再是我的皮毛的一部分 但它仍然是我的 我不能让这个岛有任何东西 它给了我羊毛欸 漂亮 去问问熊猫有什么东西给我 会不会给我竹子啊 嘿 那是阿尔卡帕的羊毛吗 是的 我想用它做线 但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可以帮你 太好了 羊毛在这里 谢谢你的帮助 一次同时我想我会 我完成了 这又结束了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的 如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就很容易 我做了四根线 你需要多少 只要一根 剩下的你留着吧 谢谢 我相信他们会让我忙个不停的 好了 拿多根线了 然后两个镜片 感觉这样可以了吧 那边好像没有动物了 哦 我去问羊 羊还没有问过 羊可能会给我这东西 嘿 我给您带来了贝壳 哇 谢谢你 您一定很勇敢 科学家一定问了很多问题 事实上一点都没有 我想他们太专注于这个谜题了 好吧 无论如何 现在我的收藏品增加了 我怎么能谢谢你 我知道 以这张砂纸为例 当我想要塑造贝壳的形状时 它非常有用 也许您可以这么做 我敢肯定我可以用它作业式 谢谢 哦 用贝壳换了砂纸 好了 现在装备应该齐全了 刚才我给它贝壳 它居然不要 我想我有做护目镜的东西了 太棒了 好的 现在我们只需要打磨玻璃 然后把绳子粘在镜头上 只需要一会儿 干得好 现在去和奥夫里谈谈 祝你好运 只是在动群内要小心 别担心 我可以解开谜题的 相信我 牛侦探 我的护目镜呢 护目镜没有了 又见面了 现在我有瀑布的解决方案了 等等 什么 我跟你说过 你需要一个 我现在有一副护目镜 正如你所知 作为一名科学家 护目镜是最合适类型工作的设备 当你戴上护目镜时 你会更安全 哇 这个牛戴上了护目镜 朋友们 我去 他们肯定能让我爬上瀑布了 别担心 我能行 好吧 我想我现在有法阻止你 但请小心 我会的 哇哦 我上去了 朋友们 哇 历经千辛万苦 跟这个岛屿上的所有动物 沟通完之后 我现在要去解决我的谜题了 A few moments later 好 来了 来到洞穴里了 这洞穴怎么突然音乐没了 先往这边看看吧 这边好像没有东西 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突然变阴森起来 洞穴里不会有尸体吧 我们先往这边 哦 史莱姆 哈哈 哦 你好 嗯 岛下面一直都有史莱姆 什么 在哪里 在我面前 真的吗 我没看到过他们 你 你就是史莱姆 呃 不 我只是珍妮 哦 哦 嗨 珍妮 我说的就是你 我没想到会在下面发现史莱姆 哦 好吧 有一会儿我以为这里还有另一只史莱姆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遇到我的同类了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惊讶 大家都想知道你们去哪了 我们在度假 真的 是的 在我们发明了年月快之后 由于他们的巨大成功 我们赚了很多钱 所以我们决定退休 那真有趣 从那以后我们的失踪就成了一个谜 哈哈 真的很有趣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长的假期 操 他在度假 他们以为史莱姆消失了不见了 我的天哪 你在度我吧 可能太久了 我有点厌倦了 而且我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 好吧 正好我们需要您在年月快方面的帮助 真的吗 他们怎么了 当您碰到他们侧面时 他们不会让你弹跳 这很烦人 哗 我不会很抱歉 一定是他们的设计出了问题 也许我能帮上忙 太棒了 地面上有一群科学家 他们也许能帮上忙 好吧 那就用我的私人通道吧 我去打开他 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告诉我 他还有私人通道 不会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吧 那我看看你这边有什么东西 好吧 你说这里吗 私人通道 好的好的 先不要进他这个私人通道 我们先去这里看一下 这个地方好像也可以走 不知道是什么彩蛋之类的 真是彩蛋 真是彩蛋啊 这是什么鬼彩蛋朋友 我真的无语了 好吧 他帮我们开了秘密通道珍妮 那我们就 走吧 他应该会跟我一起走 我们出来了 我把他带出来了 牛侦探 你在这个岛上找到了史莱姆 等一下在哪里 在这个岛上 是的 就是我 我是珍妮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所以我是对的 这个岛上 有一个各种史莱姆的秘密 干得好 侦探 谢谢你 所以珍妮 侦探告诉你您的快的问题了吗 是的 我能解决他 太棒了 让我们去科学家那里吧 我相信他们见到你 会和我一样惊讶的 他们都走了 都去见科学家了吗 感觉 哦 他们都在那呢 哇去 啊 这很有趣 所以真正让你反弹的是 内部的立方体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侧面没有用的原因 立方体太小了 有办法解决吗 当然 怎么做 这看起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让里面的立方体变大 你真是天才 哇 我真没想到 你们这些史莱姆很聪明 谢谢 但也许我们之前应该考虑到这个 没有什么是第一次就能做到完美的 至少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 但我对此很确信 我相信你的话 好吧 侦探 你解决这个案子 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我们的船应该好像就到了 侦探 侦妮 你们需要一张船票吗 当然 我也接受这个提议 我想我今天游的够多了 等等 你是游泳来的 当然 我还在想为什么我今天没有看到另一艘船 我都不知道牛是游泳好手 我也从来没听说过 因为我是水牛啊 是的 实际上我很强壮 一定是因为我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啊 这也太容易就解决了吧 这又破案了 我没有注意到有人在呼唤我 当我在家的时候 我真的应该停止移除这两个声音 我不是在调查案件 我不需要偷偷摸摸 你好 牛侦探 我是詹妮 哦 你好珍妮 对不起 我没有从你的照片上认出你 被一种史莱姆称呼还是挺奇怪的 即使这个谜题已经解开 一个史莱姆 在哪 不 我开玩笑的 我知道你在说我 你可真逗 那么修改后的年月快怎么样了 很好 我和其他一些史莱姆生的全身新工作 漫长的假期后 我们都很渴望再次尝试一些工作 太棒了 很高兴听到这个 你呢 我看电视上对你的采访 他们采访我什么 是的 你当时没在场 我当然不在 等等 你就是说 他们是在采访我还是乌鸦侦探 现在我想起来了 当时你看起来怪怪的 那群羽毛很可疑 好吧 现在我很好奇 采访的内容是什么 他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困难的调查 他们在询问他取得的进展 不幸的是他好像走投无路了 真的吗 我很抱歉看到这个消息 也许你能帮他 你是对的 我先去联系他 祝你好运 我相信你也可以解决这个案子 我会尽力的 牛侦探将在下一个案例中回归 也许 结束了 这又是这个案件 这么弱智的一个案件啊 史莱姆去度假了 大家找不到他了吧 就这么弱智的一个案件 这能也叫侦探 哇靠 你这是什么鬼侦探啊 好了朋友们 那总归来说呢 算是一个比较小 又比较 只能说有趣的动物故事吧 没有吗 好了朋友们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冒险故事 题材游戏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赞 对了这个三连 我们就下期深圳见 拜拜